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盘锦市辽东湾新区田庄台镇 在我身后是每天早上五点钟就会开市的热闹的田庄台农贸大集 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 田庄台镇自古以来就是辽河上最大的码头和商品集散地 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于此 逐渐的在这里安家落户 田庄台镇因此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小镇 百年来人们在热闹的叫卖声中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寒来熟晚 根据青石鹿记载 青康前年间田庄台成为辽河下游商谷云集之地 八百里河道翻墙林立往来如缩 由远近闻名的商贸码头 逐渐发展为关外重要的经济口岸 他叫吴杰 今年七十岁 土生土长的田庄台人 退休后开始研究整理田庄台历史与文化 对这片故土眷恋不已 当年是我太奶顶着我爷爷 挑着我老爷来到这里 传关东 还不是传关东 因为传关东那人过了就觉得这都挺好 慕名而来 对 为什么 像吴杰一样田庄台的居民大多数都是关外移民的后备 田庄台因大辽河而新 史书记载 清乾隆五十九年也就是1795年 古镇田庄台也有饭店十余家 酒馆烧饼小食铺三十余家 如今依旧有众多的百年风味小吃传承下来 我你说一句最最影响你理解的吧 到发生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提篮子提篮小麦 提着包子提着糖提着粘食 羊肉馅饺饺子 是不是让人上船来卖货 怎么走 踩着船走二十里地 不下船 就在河里啊 就在河里头 踩着船走二十里地不下船 哎呦 你一想你就会知道这个船的密集程度是什么样子 用我爸的话讲 我爸的河是搞的啥子 10月28号是重阳节 天还没亮 姚秀军就招呼着丈夫 老公公和店里的姐妹一起和面 拌馅 今天他们要做一种特色的传统糕点 老八价 自打1924年开始 每逢过节 刘家果子铺的老八价 是田庄台人走亲戚串门 彼此馈赠的礼物之一 这个行 这就是风车 小孩去的风车 这个是牛舌表 哎呀 这个就是说 在这个重阳节期间的 它是最火的一个 最受欢迎的 对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挺像舌头 在家呢 它是 很像舌头 在家呢 它是一个低躺的 是椒眼馅 老人们就特别的喜爱 上面是一层薄薄的芝麻 吃起来特别的香甜 老八价 除了风车和牛舌饼 还有佛首 蝴蝶 马蹄钢炉 毛毛虫等传统糕点 造型各异 馅料不同 刘家老八价 传承至今 已经到了第四代 和大多数人一样 老八价的老一辈首艺人 也都是外地移民 在这里安家落户 代代传承 为什么当时会选择田窗台呢 因为田窗台当时呢 也是一个远近文明的 一个水路码头 那里的人呢 那个老人家就知道呢 就是人来人往 在那做点那个小生意啊 还是那个比较不错的 所以说老人家就是 选择了这个 爽关东过来来到田窗台 想靠这个手艺在这吃饭了 对 他想在这个呢 就是安家了 安家立足 嗯嗯